在出席大美公和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和在中国开展各项活动期间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于11月7号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谈 会谈上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强调 发展对中国的关系是越南外交政策的一贯主张 客观要求战略选择和首要优先 同时高度评价中方为此次大美公和次区域领导人会议发挥的作用 范明正总理建议双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 保持各层级交流对话 加快实施老街、河内、海防亮山、河内和盲街、夏龙、海防三条标准轨铁路合作项目 并建议中方为实施这些项目提供在资金技术转让和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的支持 范明正总理强调 双方要关注控制好海上分歧 避免海上问题影响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 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把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中方愿同越方保持战略沟通 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和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不断走深走实 李强总理重申 中方将进一步为越南农产品等优质商品开放市场 促进两国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加强合作 维护区域供应链和生产链安全稳定 支持越南主办2027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会谈结束后 在两国总理的共同见证下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范清平和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 就设立越南驻重庆总领事馆事宜护唤召会 欢迎订阅事宜到此结束 谢谢